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吉祥 上集跟大家分享了幾個在大灣區投資賣樓的術語 今集跟大家分享多幾個這類的術語 首先我會跟大家分享 在內地經常性聽到 但很多香港人未必知道 第一個是期房 期房類似香港的樓花 即是尚未完成或未能交樓的樓盤項目 基本上發展商在取得商品防禦受許可證後 直接取得房地產權證 即是大產證期間賣這類單位 這類商品才會稱為期房 在內地各省各市對期房的標準都不一樣 因此大家如果賣這類單位的時間 記得向地產代理查清楚 相反地現房 現房顧名思義是現樓 是讓賣家即買即住的樓 一般而言項目擁有房產證 土地使用證 這類單位才會稱為現房 其次就是單位的面積 單位面積 香港的樓宇現時 是一律以實用面積作為計價標準 但在內地用平方五米作為計價單位 基本上每一平方五米大約是10.764平方尺 好像在香港1000平方尺的單位為例 大約是92.2平方米 除此以外中間兩地同樣有建築面積 以及實用面積 但在內地實用面積 大家一般會稱為套內面積 這些單位的轉換概念 大家一定要熟讀 接下來就是融積率 融積率可以說是香港的地積比率 意思是項目地盤的面積 以及建築面積的比率 舉個例子 地盤是1萬平方米 融積率是10倍 建築物的總面積最多是10萬平方米 因此在買家角度 了解融積率的高低之後 就可以大大回應這個項目的居住密度 數值越低 代表生活空間比較寬和舒適 今天的分享到此 喜歡這個分享的朋友 記得點贊我們的Fan Page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你們點贊和分享是我們的動力